01 生活换位思考,珍惜才配拥有,这张图告诉我们,生活本来不容易,当你觉得容易的时候,肯定是有人在替你承担属于你的那份不容易,生活经常换位思考,珍惜才配拥有,02 想法换位思考,感恩于理解,一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,吃得很晚,瞎子说很晚我要回去了。 主人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,他就很生气的说,我本来就看不见,你还给我一个灯笼,这不是嘲笑我吗?主人说,因为我在乎,你才给你点个灯笼,你看不见,别人看得见,这样你走在黑夜里,就不怕别人撞到你了,瞎子很感动,理解不同,结果就不一样,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,每一件事用不同角度看, 就会有不同的见解,03 为止换位思考,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,你有一个女儿,你希望她的婆家要多给彩礼,你有一个儿子,你嫌亲家要的彩礼太多,你有一个儿媳,你嫌儿媳是太多,不懂事, 你有一个女儿,你希望她掌管婆家大权,你开车时,讨厌行人,你走路时,讨厌车,你打工时,觉得老板太强势太抠门, 你当老板后,觉得员工太没责任心没执行力,你是顾客,认为商家太暴力,你是商人,觉得顾客太挑剔,别在自己的位置上看别人,要多在别人的位置上看自己换位思考,将心比心,做人,要懂得换位思考,善待别人,能感受别人的难处, 是关怀,能体谅别人的不义,是宽厚,能饶恕别人的错误,是大度,生命,是一种回生,纵人玫瑰,手有一箱,爱出正爱反,浮亡者浮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